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说明他很图 为什么非常有画画 喜欢开始推一办法 证明他非常喜欢思考 非常聪明 所以他一定有了非常大的脑子 非常大的脑子 我已经有不想的预感 关于图的话 不是其他意思 而是说他不害怕任何尘埃 扯不下去了 就先用一个有点像 就是大概就是 开门带货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 就怎么说呢 图的颜色吧 他有一个非常聪明 非常 就是脑容量很大的脑子 我不太懂 就让这种画他们 让我得罪他们吗 人的话肯定是 手和脚 大家都喜欢长脚 长腿 长脚 这个比例感觉其实还是不错 推土 吉他很爱推理 所以他一定要 手上有个推子 怎么像理发师啊 手上有个推啊 我把他手太长了 怎么办 假装这里一开始就是那个推 推子 无法下笔耶 推 怎么像哨子呢 哨子呢 鸡 那推土机的话呢 思考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了 你们就把大家不开心的那些尘埃扫掉吧 那就他给你一个扫掉 扫掉可以扫掉东西的 A few moments later 我感觉 画了一个很爱打扫的一个朋友 你有着大大的眼睛 越画越不对头耶 那我们把你画得更水淋淋一点好了 我为什么会画这种 啊 那种水汪汪的眼睛 呜呜 有点样子了 鼻子 打扫得很开心 这是什么呀 哈哈哈哈 这可以播吗 这个可能不太好播啊 头发头发头发 那推土机 难道给他们定性一个 统一的头发吗 那我们就 我相信节目组也没有想到画成这个样子 推土机 他们会不会不开心 我想说明一下 我说的这个推土机呢 是说他们有的非常聪明的脑子 非常大的脑子 脑容量很大的脑子 然后可以清扫别人的不开心 然后 就是用了这个接近一点土的颜色 土也是灰尘嘛 然后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不开心 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尘埃 所以我们要把它们推扫掉 所以每个人推扫掉 清扫掉 所以每个人看见这个推土机都会很开心 然后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 那给你穿双鞋吧 我觉得已经完美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进 把它更好一点呢 这里是要 说明一下是马这 嗯 那 推土机们 推理一下 我画的这个推土机 是男 是女呢 开始推理 其实最后就是这么多花里胡萨的颜色都没有用到 这证明我们推土机都是 很简单的 那鸡在哪里呢 鸡在哪里呢 鸡能在哪里啊 啊 用作为开始推理吧 你肯定是不能够那么轻松对不对 我给你们解读一下 推土机在哪里 鸡在哪里 首先啊 他拿的是一个打扫的东西 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他是木头做的 他是木头做的 嗯 然后呢 他是不是这里打扫了非常非常多 根本就数不清有多少的灰尘 就是一些就是不开心的事也好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有几个一个木加几个这就是鸡 我从未见过有如此 黑土 鸡 哈哈哈哈 好丑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冒犯的 就是我的能力 我的能力就这样了 他们非要让我画画 我也不想画 但是我这几个字写的好好看 哈哈 拜拜 拜拜 来看节目 你画好看一万倍吧